最近台海急事會非常緊張 那國軍積極備戰當中 那麼內政部也決定了 要將過去很少被舊州的替代一難 納入了動員體系 大幅拉高整個招訓的天數 113年預計會舊州大約有12萬人 只是現在突然拉高了招訓人數 也讓立委擔心 訓練量能恐怕會不足 趴在掩體後方在煙霧的遮蔽下 進行單兵作戰 近年台海情勢緊張 國軍繃緊神經積極備戰 內政部為了提升後備支援 量能將從今年起對替代一難 進行擴大叫招 內政部的最新報告中提出 要將替代一難納入動員體系 大幅拉高叫招天數 預計在113年招訓12萬人 但由於延到下半年實施 預計召集5.8萬人 其實以前替代一難相比 一位更少被招訓 110年被列管的替代一難 共有181904人 卻只有1565人抽到招訓 只佔了總人數的0.86% 反觀義務易難 在退役的8年內 至少會被叫招一次造成 義務易和替代役的權力義務不平等 只是如果國軍想要招訓替代役 也有需要面對的問題 過去替代一難的單位 比較少去叫招替代一難 如果一次說要徵召每年十幾萬人 你這個訓練量你夠嗎 你每年能夠訓練多少人 我覺得按部就把你來比較好 民進黨立委張宏路擔心 內政部突然提升招訓人數 恐怕會讓各單位不堪負荷 況且替代一難有時候會具備特殊技能 就算臨時將他們找回來也無法訓練 而民眾對於替代一難也要被招訓 大部分樂見啟程 當兵和替代役大不同 如今內政部下定決心 讓替代役退役八年內至少要招訓一次 降低了當一年兵的相對剝奪感 這裡還有張宏萱 台北昌華大 詞曲 李宗彭